這兩...兩豬都快要死了 其實昨天晚上大家收工之後 他還特別去焦花 就是因為他記得晚上才能焦花 我就覺得真的是好細心 然後記得他分內工作的人 這個好可憐喔 就枯根 我想先把那個昨天那個枯掉的拍下來 我自己就可以研究到底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第一次去那個菜園的時候 我有看到一些菜都倒下來 就...然後沒有生氣 然後我就把它拍下來 然後傳給我的朋友 就是有種菜的朋友 他說他們都很渴 泥土很乾 他們都沒有水可以喝 他說你先澆水 澆水完你再等第二天 再看看他們有沒有生機 這兩...兩豬都快要死了 其實昨天晚上大家收工之後 他還特別去焦花 就是因為他記得晚上才能焦花 我就覺得真的是好細心 然後記得他分內工作的人 這個好可憐喔 就枯根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是修復 把一些枯根的葉子啊什麼 然後拔草 松土 然後如果再好一點就買肥料 然後灑在旁邊 那時候會長得比較好 把草順便就可以松土 會腳 這是雜草吧 這是雜草啦 雜草 等一下被人家笑 把菜都拔起來了 長得這麼豐盛 雜草 喂 喂 種菜喔 要不要幫忙喔 沒有 你們有看到我的角色嗎 你看 手放在後面 真的是快樂的農夫 真的喔 要把它變成很像樣的一個菜園啦 對啦 對啦 雖然是沒有什麼專業 但是要讓它看起來 不能有雜草嘛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看起來像九層塔 但是又 因為它有點枯萎 泥土太乾了啦 不是九層塔 你看它泥土都很乾 那你要浇水啊 有啊 有浇 昨天有浇 這個南瓜不錯耶 南瓜長得很好 這個是雜草嗎 對 那是雜草 對 這是紅蘿蔔嘛 對 然後辣椒 OK 辣椒 你這個廚房有沒有要用的東西 南瓜 南瓜 我們走的時候才會開花 沒關係 我盡量生出來 我覺得我會常用到的 可以啦 就是辣椒跟那個 辣椒跟那個 可以啦 可以…你看 我讓它長啦 可以採上南瓜了 可以採上啦 這樣有沒有香菜 香菜沒有耶 你要拿 你要種嗎 這是什麼 這是芹菜啦 芹菜 這是什麼 這是紅蘿蔔 好啦 就慢慢那個囉 就慢慢處理啦 它不是很大的菜園 如果有機會 它想上網看一看 菜園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 怕不完 但是我盡力就是 能夠讓它們變得很綠的話 那算是… 是我的一個目標啦 這就是芹菜 你還能夠吃嗎 我也是…